哈囉 先生好 朋友們 大家晚上好 歡迎來到Live Show好康 我是小草 要帶給你滿滿的好康 那在我身旁的是 Kiwi 嗨 大家好 再見面了 這一次還是我們來講三星最新的新機 也就是最近發表的S21系列 也就是我跟你手上這個 沒錯 看到沒 超漂亮的耶 我剛剛一拿到它就忍不住一直盯著它的背面 它這種是燒光的材質吧 對 沒錯 就是有點不霧的質感 對 然後不容易卡指紋 是 沒錯 再來的話呢 是我們在側面的部分也要來給大家看到的是 欸 金屬耶 對啊 你看它這邊到這邊都是金色 延伸到這一塊的模組 相機的模組 對啊 整塊都是金色的 但這一次這邊又做一個紫色的對比 紫色代表2S 2兩倍 又在深等了 兩倍的厲害的意思 沒錯 好 那其實這一次的螢幕啊 有幾個比較重點的特色 我跟大家口述一下 第一個就是小草剛剛講的護眼的藍光 它有就是可以動態去調節 從你早上到晚上讓你動態去調節 就是它藍光的一個減弱 衰弱的一個模式這樣子 螢幕更新頻率其實這一次啊 一樣有到120Hz 但是它這一次的120Hz啊 是動態調整 又是動態調整 所以等於是現在就是全自動化 因為智慧型手機 所以它就是全自動化會偵測我們 譬如說我今天玩比較刺激的遊戲 它就會頻率就是做比較高 那可能我只是看文書的東西 它的更新就不會到這麼高 對沒錯 它裡面是一個千層派的鏡頭嗎 對如果仔細看的話 其實它是非常深的 就是所謂的潛望之鏡 哦 對 那這次的鏡頭有點不太一樣哦 你看它有超廣角 就是由上到下是超廣角 廣角 十倍光學變焦 跟三倍光學變焦 你先看右上角出現了一個手 一個框框有沒有看到 它變黃色了 它變黃色了 這時候畫面其實就比較穩定了 即便我手一樣在抖哦 有我感覺很抖 我應該換它再一次 哦有點餓 哈哈 好我們來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 對沒錯即便我到三十倍啊 它其實就是會用軟體的輔助方式 讓你的影像可以拍得更穩定 即便你到高倍率啊 它還是穩穩的 或者說晃一下就不見了 真的有差耶 是不是 你看它自然都已經北北五部位 它這是物之呼吸不是水之呼吸了 天啊 你看 怎麼差那麼多 而且它的耳環這邊已經看不到了 對 你那邊的耳環還很明顯 你看 最遠的倍率這樣子 有沒有剛剛好 角色奇的貓衝過來 有沒有這樣也可以馬上做動態的調整 這樣子 哈哈哈 你可能比你家的貓還好Cue 對 但還有一個不同功能在這裡 在它右上角 這個 點開來 好 我們有一個分割的部分 可以用這個 分割畫面 我這樣 我這樣子 看一下這樣拍得到 螢幕嗎 可以看到 好 有沒有看到 後面跟前面可以一起 不止喔 還有像這個 子母畫面 有沒有 我要可以移動 好像石礦石那種感覺 對 沒錯 所以說這很適合你用吧 真的耶 好適合喔 假設我今天想跟小草一些路徑的時候 我就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 一盒子喔 What's that 好多便喔 上面小草又不見了 好 這樣子 很暗喔 好 我們小幫手再幫我們開一下燈 OK 看一下小草出現了 好啦 那今天真的也非常謝謝KiWi來到現場 那我也預祝大家在拿到手機之後 可以使用一塊 那我們會在美洲山的時候呢 有直播限定的一些優惠產品呢 提供給大家 所以大家喜歡的話 要繼續鎖定我們的Lab生好看 我們下一次見了 掰掰 謝謝